我是圖少姐 然後就讀雲川大學 然後踢的位置是中場 大概十歲吧 然後就是那時候 本來要轉去 踢足那個大籃球 然後家庭就 這個家庭看到我滿尷尬的 然後就叫我去 當初都會少年 然後就開始踢足球 高中聯賽吧 就從高一 然後踢高中聯賽這樣 踢三年 高一的時候就 那時候就想踢高中聯賽 目標就是踢高中聯賽 然後到高一那時候踢完 成績很不好 然後 就開始苦變啊 然後到高三 都可以達成目標 最後終於達到冠軍 如果你去到國家隊 青年隊 國家隊 然後 不同不同的 不同的教練 然後你要去 適應他的 教練的 贊助 還有 每一個不同的球員 的思想和思維 其實 要花滿多時間去 適應的 也不是說 就是 自己要去理解對方 還有教練 還有整個團隊 要趕快去適應這樣 希望可以去理解 所有 球員的想法 還有教練的想法 然後 在 練習 或是比賽做出修正 然後 在 比賽的時候 達到 最好的效果 就是 希望自己可以 越來越好 然後可以 站在球場上 而不是一直在往下看 這樣 所以其實 也是蠻辛苦的 我覺得 還是學了 從 國家隊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準備過程 也是蠻辛苦的 然後大家 就不管是 球員也好 然後教練團也好 後勤也好 我覺得 算 準備的還不錯這樣子 所以在比賽 會有蠻好的發揮 然後可以進到 資格賽這樣 好 當然會覺得 越來越困難 但是 教練 其實我覺得 教練 給我們的想法很重要 然後我們自己 心裡的想法也很重要 就是 我們要覺得 我們其實可以 做一些事情 當然 就是 要相信 我們自己可以 可能 贏球 或是 就是 嗯 要更有自信 在球場上的 每一個 每一個部分 不管 不管是 踢球也好 私底下也好 我覺得 嗯 可以 很有自信的 去面對每一個人 然後 去表現自己 我覺得這樣 嗯 我們團隊會越來越好 嗯 每一個人都 會有 更想 讓自己變得更好的 那樣 心情 心態這樣 足球 像福西吧 像福西吧 就是 你誰是誰 你踢這麼久了 你 就是 可能 就是 都會 不管Instagram 還是Facebook 都會 看到很多 像他們足球的東西 所以其實 一直都在接觸 一直都在接觸 這樣子 就像福西 其實 像是這次去雅音 就有上個操演選手 那 我是從 文傑學長身上 學到滿多東西 他很要求他自己 那 我當然從他身上 學到這些 質疑 自知的東西 那我覺得 不管面對什麼對手 不管 遇到什麼挫折 那 你如果 放棄了 那你就 就結束了啦 對啊 教練堂在講 用於嘗試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失敗啦 謝謝所有的球迷 那 希望這次 的比賽 大家也可以繼續關注我們 然後 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